虽然说0403的大地震受灾区域以北花莲为主 但事实上南区的瑞穗乡也有几户住宅传出灾损 而其中有两户红丹受灾户由于为弱势家庭 将代表林家和忧心执询可能会遗漏 而民政客长郭宏喜答复表示 都依照县府0403地震受灾相关补助办法进行安置以及协助 花莲0403大地震重创北花莲地区 不过南区瑞穗乡也有几户名宅传出灾顺 其中有两户红丹受灾户由于为弱势家庭 相代表林家和旧高度忧心可能因此遗漏而成为受灾边缘户 直询关切乡公所相关作为 民政客长郭宏喜答复表示 都已经依照0403地震相关补助办法提报先政府 完成安置以及后续协助事宜 我们公所就是有帮他送那个包含县府的安全救助 我们公所就是有帮他送那个包含县府的安全救助 那还有公所自己也有帮他申请公所的警战救助 那除了这两个以外 就是等他他现在跟他新的房东 他新的房东签完新的租约之后呢 他可以拿新的租约再来我们公所这边 公所会帮他那个申陷府那边去申请那个租金的租贴 他受灾期间这个第一个半年的租金 省度也是会帮他做租贴 相代表林家河紧扣地震议题 轮番咨询新政室农官客 针对了6月1号起花莲地震观光纾困 脸书官网资讯的更新 能再加强宣传力度 此外针对了延宕一年半多的路口反光镜改善 落里等农灾申请补助 以及市场改建计划进度 是否优先修缮市场公测等等的议题 林家河把握一个小时的咨询时间 直询监督乡镇工作进度 未名喉舌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访客资议水君 员 访客资讯 thereof 大家可以看到的